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眼前的 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无论是表演艺术、意识节兴 亦或是传统的手工艺 都是传靠前人的口传心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 在几百年前 大概在明清的时期 粤剧在当时广东广西的一带 是受普罗百姓欢迎的消限娱乐 而为什么粤剧又叫做大戏呢? 因为演出的规模一般都会比较庞大的 粤剧融合了外省戏曲的戏种声康 加入广东民间说唱 音乐和文化等等的艺术元素 令粤剧的表演别增一格 至于粤剧的题材也非常广泛 有些是反映时事和民生白态 有些就取材至古典文学 雅族共赏 所以就有这么多知音人了 有机会你再接触到粤剧这项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或者会有另一番体会 长洲这个地方 相信大家都有去过 而长洲的太平清照 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故事 相传在百多年前 长洲曾经发生过一场瘟疫 当时大家都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 长洲居民于是言证了拿摩师傅 在不帝庙附近设计 祈求合景平安 并超渡水陆孤雲 更迎请不帝神像在岛上出秦 以驱除瘟疫 果然疫症后就很快消失了 自此之后 赌民每年都会在不帝庙前 举办太平清照 筹借不帝神恩保景平安 而这个节兴的传感 一直传承到今时今日 既事既物 不少的文化资源都充满生命力 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值得你用心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